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 挺好 就是最近卸肚 卸完肚以后 把身上很多毒素排除出去了 所以觉得自我感觉特别好 您这也是一个中医的理论 理论 我刚才就是 因为我每次过相当一段时间 见到这个王老一次 有时候 所以我能觉得容貌上 微妙的一点变化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 比如说好像一个男人 有时候越老 我那天跟他们开玩笑 长得越像老蛋 我是说我了 但是你比如最近我们台庆 二周年 你看我就看我们老板 刘长乐的脸 因为一下看到当年 二十年前 他四十多岁时候的样子 我就能看出 我就觉得四十多岁的时候 他长得还是有一点霸气的 就有那么一种 我就说有一种龙虎的那种 那种那种 诗像 有点霸气 但是呢 你看现在上点岁数吧 我怎么越看越慈眉善目 长得有点那个劲儿 你还是听明白 我刚才看王老师 我就觉得 您比我上次见您 好像就更慈祥一点 就更慈眉善目一点 上次见还有点霸气 很有点霸气 就现在就感觉那种 都有点发粉了 那种线条 老粉头 发粉了 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 我脸上原来有些黑斑 我给它做了 用这个 就是液态氮 液态氮是零下二百多度C的 然后往上一抹 跟火烧一样 就掉了 它能够粉吗 往美容方面发展 发展 您这个 这个我一说您明白了吧 您明白了 您这挺街时尚的 您这大年纪 它往外长 您怕有什么 怕回头来个恶性的 对对对 我有一个亲戚 他也是四十多岁 满脸越长越多 最后他好像是用激光 就把它去掉了 用激光就更严重一点了 这个冷冻的方法 是比较简单的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们说这个王硕 说有一回在家里 就说发现这手上 可能长了一个什么东西 胳膊长了一个东西 发愁 整天想这个 最后到这个医院去说 这是什么 我做掉 那一种 呸老人班 有老人班 还有一种叫脂肪瘤 脂肪 脂肪液出 您像您这个年纪 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特别敏感 或者是比较担心 到这年纪 您还敏感什么呀 到这个年纪 就不敏感了 咋离咋离了 心态越来越好 所以说您适合聊这个话题 就是说中国人民 我现在发现 真的是胸怀全世界 最近的热门话题 是全国都在讨论 不丹人民到底幸福不幸福 不丹 因为你知道 现在这个网络社会 出来了很多 假作真实真意假 真是难辩了 我先看着的是 一篇微信公众号 这篇微信公众号 说什么不丹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你骗鬼呀你 然后里边就有人说 说我去了不丹了 在不丹前后停留两天 花了相当于人民币 一万八 是吧 什么都没玩着 然后这个吃的也不好 吃的也贵 上厕所 收我什么 十美元 然后你看 他这个还配图 还配图 你再看看这图 说你看 非要看这个节目 这个宣传照片上是这样 包括这个景点 你看 实际上是这样的景点 就是那一次旅游体验 非常差 什么都没有 但是 这一下子 现在你知道吗 是微信公众号 带领媒体的步伐 然后我就看到什么成都的报纸 北京的报纸都去调查 甚至还采访了这个不丹官方旅游发言人 有个叫丹姆秋的 现在得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反而怀疑这个微信公众号 是为了什么营销 求点击量的目的 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因为人家说了 我们不丹全国 很少有收费的厕所 即便有呢 费用也非常的这个低 就是厕所呢 当然限于条件 可能那个不是那么样的干净 但是基本上也至少也有手动的这个冲水 而且我才知道原来不丹是这样 他说的这个收费啊 他呢 就是70%的森林的这个国家 你来旅游 必须跟团 淡季的时候 每天消费200美元 旺季的时候 每天250美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进我这国家旅游啊 就一定是跟着团 有司机 有导游 有什么 你这200美元呢 实际上是包括了你的住宿 你的车 你的什么景点的门票 还包括几十美元 是他的税 是他的这个旅游税 他等于是一个打包的价 你来到不丹 就交这钱 然后就领着你慌慌慌慌玩 所以呢 但是呢 接下来的问题有意思了 比如有人说了 说他这个 这中国人 就一聊就没边了 就说这这不丹 到底是幸福不幸福啊 这国家是穷啊 还是实际上穷的叮当响 说他这个国王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 搞这个说全世界都是GDP幸福指数 不都说不单这个国王望处克 他是上过波士顿大学 上过牛津大学 说回来搞出个叫GNH 就是说国民幸福指数 甚至有人聊的就更多了 就说欧洲左派一银他这一套 对吧 什么叫幸福啊 幸福是主观的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真去过不单的 我没有 我没有 王老去过 您怎么估计这个 我特别想知道 比如您没去过 您听到刚才这个文涛讲的这些情况 你大概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恰好最近去了一趟尼泊尔 这不是等于也是邻国吗 然后我去了以后呢 马上就有朋友圈里面的女友就说的 哎呀我去过加州满都脏乱差 完全是坑人的 就跟你说这不单一样 可是我自己去的感觉 首先我没有跟团 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有尼泊尔当地的朋友 然后领着去看呢 我的感觉其实是百感交集 就是说他那个 你知道我去他那个加州满都那三个古城一想 我脑子里不断在想什么 就是南朝484多少楼台风雨中 就都木的这个诗啊 烟雨中 对其实它是旱记啊 我们上个月去 它是多少楼台风尘中 风尘中 没风 而且是尘物中 我就是很多尘物 但是这么多的佛塔 金碧辉煌 这个木雕之精美 这个保存的之 就不能说保存的多好 但是遗留的 就没有毁坏的 就是有这么多 你去木匣接 可是呢 在这种历史的当中啊 你在徘徊的时候 非常的享受 我就肯定想要再回去看 因为八天太少了 可是只要你跟他们一不玩 谈到现在 我们不认识当地的朋友 他有一场毛派革命 我很对现状也感兴趣啊 他们讲到古代的时候 哎呀 故事多极了 一想到现在 他们就经常说一句 too depressing too depressing 就太压抑了 我们不要提现在 他这个毛派的革命上台以后啊 就是政局非常的不稳定 然后很快 就像我们一个压缩版的 比如说民国到现在 然后一直到毛派上权以后 几年之内就腐败了 尼泊尔是社会主义吗 他不是 也不是社会主义 他他以前一直是一个 就是17世纪以后 他就很多土邦啊 已经就跟他们的秦始皇似的 统一了 他是王国 王国 王国后来又有英国侵略 然后最主要他们是印度 是他们的一个大国 就相邻的嘛 然后呢 印度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这个国王呢 就很 很 很强势 到了这个 就是1950年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 君主立宪 他们就宪政了 可是这不断的 这个君王反过来 把这权抓回去 然后呢 又特别穷啊 又什么 然后文革当中呢 他们就听到了 毛 毛主义 就找到了一个大救星啊 他们就毛主义 共产党 他们就 就是真的一样的模式 从乡村 啊 闹革命 十年人民战争 终于就到2006年 就联合了很多 这种中间党 七党联盟 然后就夺权了 把王国推翻以后 就开始立宪 立宪吧 从08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已经还没历程 彻底流产了 因为各派都谈不拢 他他那个 主要的毛主义政党 那个叫Pretenda 然后一个一个特别 就是印度的精英大学 学会去的马列主义 这两个人都到 我在美国工作的 那个印中所来 演讲过 那个人头 窜动了 所有的美国的 纽约的左派 全把门挤破了 因为他们那说 刚夺权胜利 大家就觉得 他是一个新式的啊 社会主义政党 毛主义政党 又是民主联盟 就那时候希望多高啊 所有尼泊尔人 就是都抱着极大的希望 可是很快就腐败 然后就僵局 就各派就谈不下去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争论呢 不光是在中国的 这个舆论场上 包括这个西方 你看啊 这个排名 从有一个体系的排名 不知道是英国 还是美国 的确世界幸福快乐 国家指数 布丹尼泊尔都是高高的 但是还有一个体系的排名 就是说啊 比如说这尼泊尔永远在倒数 二十名以内 就是你拿什么标准 说他快乐 这里头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的旅游期待 和欧美人的旅游期待 是不一样的 我先说一个最绝的 就是1998年啊 我在美国碰到几个中国人 在美国旅游的地方 一块吃着一个饭 有一位女生啊 她是这个北京石井山的人 就跟我说 说这是组织的什么旅游啊 天天让我们下乡啊 说您看现在这个地方 这赶得上我们石井山吗 您说这赶得上石井山吗 他就是认为这个 为什么中国人呢 有一种现代性焦虑 对 他旅游就觉得中国不够现代 他希望看现代 希望看纽约的摩天纳楼 希望看金门大桥 有什么宏伟建筑 另外穿的都特别好 车都是最新最新的法拉利 他是要求看这个 你带着 有的地方美国他带着你看湖泊 美国湖泊很多 看树 看半原始的森林 看地貌 他哥不伙了 你带着我看这个嘛 穷乡僻壤 穷乡僻壤 你还不如石井山呢 石井山那百合公司 百合公司 红灯绿灯呢 还有葡萄酒 什么都有啊 他是这个 东西人 那我叫你 我叫你 小龐 是 我叫你 小龐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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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不单幸福指数高 我见到这方面材料可多了 而且不是官方宣传 都是各种的不同的统计 它幸福指数高 我可以举一个最幸福的 我去过2003年 我去的 它最幸福的什么是那的狗 不单的狗 狗是供养的 就是说它是自由的 就在大街上 它就没有私人养狗 所以狗没有私有观念 所有我们对狗的负面的说法 在不单完全无效 狗障人士没有 它障谁是 人人爱狗 人人见了狗就给狗吃的 就摸摸狗都对狗很好 所以它没有狗障人士 狗改不了吃时更不可能 它吃那么好东西 它吃屎的 这次这个微信公众号 本来还有一个吐槽不单的 说遍地大便 但是后来人家有人更正 说倒并没有见到那儿 遍地大便 倒是遍地见到狗 对 就您说的 遍地是狗 而且那狗亲热到什么程度 它不叫 它根本不咬不叫 我走到大街上的时候 我危险就是狗太多 我过马路啊 我得躲这狗 有时候不小心踩着狗椅子了 那狗你要踩着狗椅子了 那狗出来一个声声 嗯 就这么一个声 就有点咱们俩讨论问题 我一听就 怎么这文道兄这么说话 嗯 踩我椅子了 最多就是这事 所以我是 因为这个理论上啊 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呢 认为人呢 他的私有私心呢 是由私有财产所决定的 嗯 这一点上人做的怎么样 怎么样去掉人的私心 我现在说不上什么新的意见来 但是不单的狗告诉我 非私有化以后 狗个个大公公司 这个是人的好友 什么毛病都没有 如果说从狗这一点来说 它全世界第一 美国狗也不行 美国狗更可怕 美国那私有财产的多厉害啊 那狗要是 你要让狗咬了 当然他们告诉我 你要咬了可以 掏取很高的这个赔偿 就至少这不单这狗 它是进入了共产主义 他就是 他就反正他 他跟人特别友好 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毛病 中国自古以来的说的狗的毛病 他都没有 您去了有没有这种脏乱差 那儿的人 他就是不现代 干净吗 干净 我去当然不一样 我去的是半官方的 因为他呀 他只和四个国家有外交关系 印度呢 过去呢 相当于他的一个保护国 现在他们到底怎么称呼 外交上正规的这个官方的说法 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外交 还是印度要管一部分吧 起码是这样 他也争取更多的一些主权了 比过去 他跟那个 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但是并没有建交 他没有建交 他没有那个 甚至我听说 他没有跟任何国家建交 他是这样 和四个国家有关系 其中呢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尼泊尔 一个是泰国 因为他们是那个泰国 和尼泊尔都是佛教国家 还有一个 我想不起来了 要不就是缅甸 要不就是柬埔寨 也是这种佛教国家 他原因之一呢 就是这几个地方啊 跟他有飞机来往 别的地方啊 别的地方 你中国也不敢派飞机进去 因为他有一段 是在两边是山呢 他那个必须是小飞机 驮峰航线 驮峰航线 他的小飞机才能够在那飞 太像这个尼泊尔 也是要看的话 必须坐小飞机 然后你去个加德满都吧 要是照我们这次 有人花了三十多个小时啊 从纽约到到加德满都 他要在中东转机 我说那我还不如 我就直接先飞到北京来了 从北京再到德里 或者昆明转机 他这个山势 跟那可能是一样的 因为北边是山嘛 他们就有一种 就是说我们是南亚的 因为他加德满都就是河谷 再往南他就坡地 他就跟印度接壤 完全是被印度 除了北边是山 东西南全是印度接壤 他是不设边界的 他加的两个大国之间 但是他必须跟印度 要保持友好关系 因为印度是可以直接 就是影响他 而且他们从宗教上 比如他们也有婆罗门 他们各种印第教 佛教之外就是印第教 咱们可以看看 扎老师在那的这照片 这是跟什么教派 咱们看看 你看看 这是在尼泊尔 这是在尼泊尔 你这是玩什么party呢 这旁边倒是个印度人 但是这是在加德满都 他也是印度教的洒红节 就像他们的春节 是迎春 咱们再看下一张 他都把那个花 碾成粉 你看这是在干嘛呢 这是他们 洒红节那一天都喝酒 喝醉了酒 这些当地的尼泊尔人 就在那跳舞 高兴了 你再看 幸福指数 对 就很多尼泊尔的人一起 就互相都撒了粉 然后大家一起 就是happy 然后旁边有一个音乐会 他那本地歌星在那 还有吗 还有吗 这个是 这个是 对 什么意思啊 习近平可以 李克强可以 胡锦涛可以 最后是银联可以 这是一个 他们的商业街上 卖羊绒 这个 投金啊 什么 专门做中国游客的生意 看来是中国游客 走遍全世界了 走遍全世界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咱们可以再看看 就说不丹的 就这次就因为这件事 就是吐槽不丹的 好像引起了更多爱不丹的人 奋起反击 然后你看他们有一些游客 就是说 那说的是假的 说我们在不丹 你看看这照片 说我们在不丹 有非常美好的回忆 说你看 哎 你再看下边 就不丹的这个风景 哎 王老师您去过这地儿吗 对对对 哎 您再看下边 哎 这不丹的风光 能看见雪山呢 什么的 孩子啊 嗯 不丹呢 他这旅馆呢 你找不着 他跟花园似的 平房 花园 哎 所以我就说 这你是 他什么期待 是吧 比如说新加坡 我有几个朋友 包括作家朋友 他们都喜欢不丹 也都喜欢尼泊尔 甚至有人结婚 到尼泊尔去结婚 为什么呢 他要在那个喜马拉雅山的 这个他的等于是南鲁了 对 他从南边那儿 后边是雪山 他认为在这儿结婚 特别盛洁 对 你要找高楼的 那新加坡高楼有的事 用不着 非得上纽约找高楼 另外他们去纽约 去欧洲的人也非常多 相反的是去尼泊尔结婚 都是雪山为背景的 这样的一个 对 您讲的这个是 有一种高 特别高尚的意义 他有个圣山 叫 就在哪 就像您刚才讲 您是1998年碰见的 那波中国旅游 对啊 他可能有一个希望 看到摩登城市的期待 但是现在呢 也确实很多中国人呢 对 对 布丹尼泊尔的期待啊 是心灵之旅 就是朝圣之旅 甚至于有些人 哎 什么事多了 是不是就有人会犯恶心 就觉得 就现在这个 就是成了一种俗套了 就是感觉 一定要上布丹 上尼泊尔 找寻什么心灵 这也 这种 所以你不能让人家 布了着 人家一说 说那是 这个 有心灵 有心灵 或者那的这个 圣洁 什么幸福指数高 那你到那 你没觉得高 你就不高吧 但是像您说的那个 对布丹 说那种话的人啊 让人显得也非常的 无聊 甚至显得很外行 很丢人 就怎么你跑到 布丹 你 这个 你男人别去了 您就 您就 没事 您要是 闷得慌了 上百货公司逛逛 像个大超市 就行了 但是这里边 牵连出一个问题 这的确是 就是说 到底我们用什么 去评价一个国家 或者国民 他的快乐和幸福 你比如有人就说了 说即便是叫国民幸福指数 据说也有几个标准的 比如说教育程度 比如说人民对国家的这种 什么认同感 就是说 你看 有很多地方 咱们看着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不穷的叮当响吗 对吧 你怎么 你说快乐 它是 你愿意要这种什么平静的 心灵的 这个快乐 好像他们都像圣僧一样 但是事实又 是不是会让人生疑呢 这个也是一个争议 这个布丹 我听说好像是不是十几年前 才开始有电视啊 他们以前不许 好像有电视和网络 对 这次还造谣呢 说到处看不着卫星电视 实际上人家能看到 对 能看到 我就觉得他一旦看到了 就像开了一个窗口似的 这个新的瓶颈啊 就可能就被打破了 我觉得这是人性吧 可能就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嘛 就尼泊尔我觉得也是 刚才说的好多啊 你其实出了加德满都 他就真的也很干净 我听说我们没来得及 但是去那儿都说 真的是青山绿水 人也淳朴啊 什么的 就是厕所也很干净 可是一到加德满都 我们这本地的 就是尼泊尔带我们走的人呢 就首先就是说的 你看看吧 这就是现代化的恶魔 把这个 把这个 我们这加德满都 变成这样了 可是恶魔归恶魔 你到那儿以后吧 所有的这些人 就是小摊铺的人 都在做着你的生意 而且我去了 我就发现 这么美的这个佛 佛庙哈 我就忍不住的走近了 去看了一个穿的 就是一身白 就是一个老曾似的 他在那儿打 然后他就往我头上 点了一个红粉 我就是伸得比较近嘛 他打了一个红粉 给我拿了一点什么辣 还是什么酥油辣 还是什么 结果 我就 我还跟他 我也听不懂啊 我跟他点点头 表示感谢 要钱 伸手要钱 就是说他也变成商业化了 他所以这种 也许以前哈 我们反正是没看到 当然其实你 他以前的誓院经济 什么的 你一听 他也都是有经济的 但是至少 他是那种本土的 我们外人 反正隔着想象 是觉得 他是一个精神之国 他是 王老师 您看您是在乡下 待过很长时间的 您留恋那种吗 木戈式的田园 他是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 现在一个世界性的 一个话题 就是怎么评价 这个现代性 像您说的 那个什么 教育的程度 信息的 通达 通达 生活的方便 这实际上都是和 对现代性的追求 有关系的 但是那个 西方有些左翼呢 他确实是 认为现代性 给很多国家 带来了灾难 对 就遭遇现代 遭遇发展 任于包括 这个发展 这个词 也是 是这个 西方的 资产业绩 他们所 制造出来的 一个问题 来折磨 来 这个 压迫 这些 不发达的 国家 那你其实老子 这个不单呢 这就是老子 所要 所幻想的 小国 老子 老子不相往来 老子不相往来 是吧 有失败之气 但是也 无地 没有地方 给你放 对 有这个 洲际的 电力 但是你也用不着 你坐船干什么呀 有路 你用不着 在那儿走 你跑那么远 干嘛 自个生活挺舒服的 在家门口 又得了吗 是不是 有文字 但是还不如 接个绳 就把事记住了 是 这个 中国太伟大了 两千多年以前 人家已经研究 这个发展 不一定是好的 像中国这样 采取 这样一种 坚决的态度 来发展的 在世界 也是有限的 很早 那个德国的 有些朋友 就跟我说 说是 中国也发展 德国也发展 但是 这不是 印度也在发展 而且都发展的 就是挺好 但是印度不想 中国人 那么焦虑 那么急着发展 那么急干嘛 我觉得现在 就是中国人 包括我自己 就很焦虑 是啊 可是另一件 坚决不犯 我也只能说 因为 那觉着不但好的 那有些 也是自己的幻想